美国彭博社8日消息称 一个不具名的消息是向他们透露 印度正设法阻止中国公司进入印度国内的低价手机市场 报道称 低价手机是指总售价低于150美元一台的手机 低价位的手机是目前印度市场中使用最多的一类 报道称 阻止中国公司进入该市场旨在保护印度本地的手机制造商 报道指出 若这项禁令正式执行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 真我和传音手机等几大公司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将遭到极大的冲击 彭博社的分析师计算称 若该禁令实施小米手机在印度市场的销售额会下跌4%至5% 由于小米生产的低于150美元售价的手机 有66%消往印度市场 禁令对小米海贩市场将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这位匿名消息是没有透露具体的阻止措施 因此目前还无法确认印度政府到底会以行政命令 还是非正式渠道执行这一禁令 2021年 印度政府以所谓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 宣布封禁包括TikTok 微信 百度在内的59款中国APP 今年6月 印度正式宣布封锁禁令将变为永久封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